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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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我們退房了 退房的小禮物 一個小書籽 木書籽 我這是藍色的 然後我朋友拿的是這個顏色的 住的起來也蠻舒服的 推薦給大家 我們是在前門店的四季旅館 我們是在前門店的四季旅館 我們今天早上其實沒有排太多的行程 就是吃烤鴨 前門大街逛逛 然後就要回我們住的地方 搭前台幫我們訂的六人的小轎車 然後送我們去機場 四季旅館這間店應該大家在網路上面搜尋的話 應該會搜尋得到 就是非常有名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就是全聚德 但全聚德它排隊了比較多導遊 就是我那時候常常的導遊說 它比較推的也是四季旅館 那基本上就是 外地人跟旅客也都會來四季旅館 我們的前台它可以幫我們叫車 然後我們連能跟行李一起到機場 我們居然蠻方便的 一個人大概是250塊錢台幣 不用抓車勞頓 然後你也不用換車 不用理人的行李很重 我們自己是覺得蠻好的 所以來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住的地方在這裡 我放在這裡 看住 你沒有說它品質會很好 服務態度好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臨時找了這一間 然後為什麼臨時找呢 可以往前看一下我們的RAC 那就來吃飯囉 菇老肉 小吃拼盤 拌餅 拌餅很像要包鴨肉的 這也是要包鴨肉的 拌個鴨皮鴨翅 小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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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 這些小料都是要錢的 是 有些是 五塊錢 加一點 要隨意加嗎 看下一點 不管它是不是這樣吃 還是這樣吃 - 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 很特別 - 應該是這種汁的最漂亮的一味 - 應該是這種汁的最漂亮的一味 - 它好多美啊 - 好好吃 - 好好吃喔 - 像這樣 - 像這樣 - 像這樣 - 像麻糬包紅豆啊 - 外面有一個紅豆粉的感覺 - 但要配啥喝 它會有點帶甜 - 喔好甜喔 - 然後我們剛剛 - 上了一盤的小菜 - 第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 果凍類的 - 第二個是娃娃菜 - 然後加上一點芥末的醬 - 後面有幾個就是 - 海帶啊 - 豆豆啊 - 味道都太重了 - 還有魚 - 也吃不適合鎖以來 - 有一點點過重 - 吃不太習慣 - 菇老肉還不錯吃 - 鴨子也好吃 - 應該要配個茶或是什麼 - 一定要多喝水 - 這樣會有點太甜 - 但是大家一起吃的話 - 應該很快就吃完了吧 - 加油 - 雪糕感的東西 - 雪糕感的東西 - 嗯哼 - 因為它有吃的東西 - 裡面的東西還蠻豐富的 - 它裡面的東西還蠻豐富的 - 然後這裡面算蠻特別的東西 - 外面是軟軟的 -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有提供 - 你怎麼咬下去第一口 - 因為它在玩泉粉堵裡面找到 - 哈囉大家 - 我們剛吃完甜點 - 剛剛吃完甜點 - 發現到一件事情 - 它太甜了 - 它整個都是那個味道 - 有點單一 - 單一又很甜 - 它有點沒吃完甜點 - 它很甜是那種美肌式的味道 - 如果你是不是一個很愛吃甜的 - 或是甜食的人的話 - 螞蟻的人 我也不建議一點 如果要嘗嘗味道的話 可能就是一桌五六個人一起來的話 大家吃個一小口啊或什麼之類的這樣就可以了 少數人來的話 我就比較推那個白色的那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它有鋁打腿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在機場的話也現在上面 然後本來是說打車去 但是早上跟下午價錢 我們下午價錢太貴了 所以我們決定還是拉的行李 然後轉拉機場接的明顯 嗨大家 我現在已經在北極國境機場裡面了 然後我們是在第三行下的一 整個檢查過程就是有點多 然後也蠻缺密的 所以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建議大家來到北極國境機場的時候 如果你要從這邊飛出去其他地方 或是像我們一樣回台灣的話 你要多抓一點時間 北極八天事業的行李就到這裡啦 還沒有看到前面整個行程 還有影片的話可以兩張回去看 那這邊影片就到這裡啦 關於我頻道給我的愛奇阿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